中国一艘航空母舰发生了火灾,却让印度感到了非常担忧 大家好,我是石涛 8月16日,江苏南通一艘废旧的航空母舰在装修的过程中发生了火灾 牵动了大家的心 那么这艘航空母舰正是苏联红海军著名的明斯克号航母 这明斯克号可是我们小时候在搞这种架空军事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着力描写的一艘航空母舰 毕竟明斯克号离我们很激烦的太平洋舰队 因此明斯克号有可能成为在太平洋上出现的一艘苏联航母 那么这么的一艘航空母舰由于苏联的崩塌 最终变成了一艘废船 那么几经辗转最终现在是在南通 将会成为一个国防教育原地的这么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但是就在这个改装的过程中 由于装修的过程中可能是因为电焊之类的原因 发生了火灾 那么从现在的照片来看 这明斯克号这个上层建筑已经是整个焚毁了 那么有网友就开了一个非常阴间的笑话 说这个7月15中元节 那么中国人是要给死去的苏联海军 烧一艘航母过去祭奠 当然这都是玩笑话 但我们的玩笑话在印度人的耳朵里面听着很刺耳 大家都知道印度海军曾经购买了明斯克号航空母舰 同级别的这么一艘航空母舰叫做格尔什科夫号 那么在俄罗斯经过了多年的堪称是经典钓鱼工程的改装 最后花了30多亿美元 把格尔什科夫号改装成了印度海军的维克拉马蒂亚号 或者翻译成叫超日王号航空母舰 那么这艘航空母舰目前是印度双航母战略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当然了 由于原本格尔什科夫号它的底子的问题 超日王上有一些非常奇怪的设计 比如说在它居右侧的舰岛的右边 竟然还留了一条非常宽的过道 那么这个过道根本没有什么其他作用 除了让印度的水分来做做瑜伽 那么这样的一些设计 都是由于格尔什科夫号原本设计的这么一些问题 来造成的 那么其实除了印度海军之外 世界上对于超日王或者说叫明斯克号了解更深的 就只有中国海军了 毕竟在与明斯克号以及超日王号同级的基辅级四艘航母里面 就有两艘它是在中国 那么一艘是明斯克号 另一艘就是在天津的基辅号 那么对于这两艘基辅级航母 中国实际上都进行了一定的摸底 甚至叫做改装的一个实验 那么原因就在于呢 这两艘航母是当时中国人手上不多的能够啊 有这么大一个排水量 这么一个仓石布置 这是一个大平甲板的这么一个构型的船只的样本 那么虽然是这个民街啊 采购过来的进行以飞船的名义啊 或者说是叫做主题乐园的名义来买过来的 但是实际上的军方都或多或少有进行一定的勘察 那么这呢也使得中国海军对其的了解是更深入的 但是我们要说啊 毕竟我们了解的只是它常规上的布局 那么有一项性能啊 中国海军到现在也没摸透 那就是基辅级航母到底它在对抗包括了炸弹 鱼雷等等这一些破坏性的攻击手段的时候 它的强度有多高 那我们说军舰的这个防爆炸的实验啊 或者叫爆炸冲击实验是个非常专门的实验 比如说美国海军 它的每一艘这个新舰的航空航舰的入役之前啊 或者服役之后的不长的时间呢 就要进行几次这种爆炸冲击实验 那么通过这样的实验来验证舰体的坚固性和可靠性啊 那么这样的实验呢 实际上在中国海军呢 只是近些年来才进行过 那么之前我们拿过一艘退役的051级驱逐舰 进行这个爆炸冲击实验 那么除了对我们自己的军舰进行爆炸冲击目的之外呢 我们对我们主要对手的这一些这个军舰呢 也希望进行一些破坏性的 或者说怎么针对性进行破坏的一个研究 那么如此看来呢 对于印度的这个超日王号航空母节 我们最好的研究对象 似乎就是基辅号或者是明斯克号 而现在呢明斯克号呢 恰恰刚好发生了火灾 那么从现在火灾的情况来看呢 这场火灾可能很大程度上已经摧毁了明斯克号 以梅铝合金为了轻量化建造的这个上层建筑建岛的这个外形 如果要重新复建这个建岛 恐怕花费是非常巨大的 在这样的一个选项下 那么明斯克号是不是可以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艘靶船呢 那么如果把它作为一个靶船啊 这是一个人民解放军非常难得的一艘靶舰 那么它的意义呢 丝毫不亚于啊 美国在环太平洋演习中刚刚击沉的塔拉瓦号啊 毕竟这么一艘啊 实装的这个航空母舰 虽然它的现在武器设备已经缺装了 但是整个舰体的我们叫做装甲盒结构 也就是抗损毁的结构 还是相对完整的 那么如果针对性的进行 包括了导弹攻击炸弹攻击 以及呢 甚至是反舰导弹攻击和鱼雷攻击 这样的实验的话呢 我们能够更好的摸清楚啊 原苏联当年的一些装甲盒的设计 而这样的一种这个设计呢 不仅仅可以让我们摸透我们对手的这个 主力战舰的结构 更对于人民解放军后续的军舰设计有巨大的意义 当然了 从一艘民营的主题乐园的航母 告解放军的把船 这中间还有很复杂的过程 但是呢 相信如果有必要 解放军呢 可能确实会走出 把这一艘啊 民似口号 击沉的这么一步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通讯区我交流 感谢你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